那就继续吧 刘一想着自己破解技能的经过 然后向袁灵说道 你把核心设定成我自己 并且需要连续自杀三次 才能脱离技能 你可真行啊 要不是我免疫等级足够高 还真发现不了异常 说完这些的刘一 也注意到了身边的情况 此刻所有散蒙成员 都是身受重伤倒了一地 刘一用出复活技能 然后收到系统通知 您复活对象已断开 您无法复活 而得到这个结果 刘一也没有表现得非常意外 而当他看到 躺在地上的妹妹时 他整个人的感觉都变了 他生气了 伤害了自己最亲之人 刘一二话不说 直接挥刀向袁灵攻去 袁灵发现 刘一攻了过来 但是他却没有做出迎战的姿态 而是向着刘一大喊道 你以为挣脱我的技能 就能解决我了 开什么玩笑呢 我的一个技能 就让你这么狼狈 然后就见他伸出五根手指 继续说道 同等级威力的技能 老子可还有六个呢 即便袁灵这样 刘一进攻的脚步 丝毫没有减弱 突然 刘一用出进气技能 这个技能 可以禁止对方使用武器 而这个变化 立即让袁灵呆弱目击 而下一秒 刘一已经挥刀 穿过了袁灵的身体 同时 刘一还说道 镶嵌在你武器上的是 封存宝珠吧 我禁止你使用武器 你封存宝珠的增幅还在吗 袁灵受到重创 跪倒在地 并说道 你不能杀我 此刻你妹妹 还在我的技能之中 如果我挂了 你妹妹也会跟着我一起的 你做好 别再继续对我动手 否则 而就在袁灵话说 至此的同时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否则什么 我会跟着你一起死 是吧 刘一和袁灵两人 闻声而忘 只见阿运此刻 正手持巨斧出现在其身后 整个人都杀气腾腾的 可见之前是受到了 多少的窝囊气啊 阿运也算干脆 直接挥动自己的巨斧 向袁灵砸了下去 同时口中吐槽道 原本觉得 你活了这么多轮回 还算是个人物 那曾想 你竟然那么不要脸 我最看不起的 就是你这种 没有原则的人了 而阴生倒地的袁灵 也伴随着阿运的这一击 结束了他的这个轮回 随着袁灵化为星光消散 刘依看到如此暴力的妹妹 心中也是汗颜了一把 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阿运啊 你这是怎么了 而阿运这边的气 好像还没有消 激动地回道 气死我了 他在我的精神球龙里 扮演成了一个普通人 第一次套嘲讽他 他没跪 第二次 我还没开口 他就跪下来 我就想着 这么强的一个人 应该是有尊严的 所以觉得 可能是切换目标了 可没想到的是 那个人还是他 要不是刚才什么东西 限制住了他 让他露出了马脚 我还真被困在里面了 最最关键的是 我想破解他的技能 得在重置后 第一时间杀他 说完这些的阿运 好像觉得还不解气 又对他消失的地方 芬芳了些许 看来阿运是不能惹啊 这柔弱的外表 真的只是假象啊 而这袁灵被解决了 他们又能收获什么呢 而下一部剧情 又该走向何方呢 朋友们 豌豆有点小感受 不知道能否和大家达成共鸣 那就是真心觉得有点遗憾呀 你们看 这袁灵前期 铺垫得这么厉害 谁能想到 竞挂得这么匆忙 这么简单 原以为会有轰轰烈烈的打戏 没想到 竟被如此简单地 闪到了老妖 有木有啊 有木有 不够还是期待后续进展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